骑批败现在成了屏东市民最时髦的运动 市区街头都可以看到环保小黄批败的身影 因为不到几步路的路程就有个租赁站 而且前30分钟可以免费使用 成为通勤学子以及上班族的交通行环 如果我们要短程 然后需要说要走路的话 其实骑脚踏车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设置点都会在一些 比如说一些观光路口 还是一些比较大的景点 对 那所以其实整体上还蛮方便的 还蛮方便的啊 就因为距离都蛮短的 有时候就懒得走路骑脚踏车 当做运动休闲一下也可以 骑脚踏车可以运动 而且不用担心说 怕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因为这个都好像都有固定的地方可以 大多数的民众都肯定批败的设置 不过或许是部分的租赁系统 使用有点卡卡的 有时还会出现借环不成功的窘境 民众颇有怨言 借用这个东西比较方便啊 可是这个老人应该要电脑设计得好 应该比照那个台北的或是高雄的 人家已经做到这个好多年了 负责运转的高阶公司表示 系统刚开始确实不稳 不过经过测试后 目前已逐渐稳定 县府强调 批败穿梭畅行 改变民众以往的交通习惯 连带的也提升了大众运聚的使用率 成为屏东最热门的绿色新运聚 而经过统计 屏东市共设20个租赁 370辆自行车 12月4号启用当天有800人次租赁 现在已经上升到每天约1500人次使用 周休假日更是明显的飙升 使用人数已经突破1万人次 超出县府的预期目标 当然比我们预期高 那当然 不过我们还不是说 我们希望是更高 那是不是可以 大家就可以把我们屏东的空气品质 更加提升 那当然我们后续还会再增加 希望我们后续是增加再增加10个 甚至更多 那就是以符合我们屏东的民众的需求 县府也针对批败的热门租赁 进行了解 发现前5名人气最夯的租赁站 分别是屏东火车站 也就是唐荣国小镇 屏东女中镇 美术馆镇 县政府镇 以及屏东市公所镇 由于批败颇受好评 未来不排除再扩充10个租赁地点 此外为了鼓励民众响应乐活 以及减碳生活 县政府也推出批败 寻找低碳大使的活动 将持续到104年的2月28号为止 活动期间 累积使用时数最高者 就可以获得减碳大使的殊荣以及奖金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活动报名 军财网络受理报名 详细的内容 可以上到屏东公共自行车的官网查询 屏东新闻 蔡立国李仲豪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详细的资源